哈喽 大家好 我是拉风牛 这期给大家带来一期s联赛 a车新黄的s联赛首秀啊 然后驾驶员呢是云海 也就是这场比赛过后云海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最强联赛车推销员啊 因为这局比赛呢 云海也是用新黄直接打掉了宁青的机甲 不过呢 这也跟宁青出现重大失误原因有关 从跑图的性能差距上看的话 新黄和机甲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不过后我可能要被打脸了哈 因为昨天弹仔用新黄直接刷了裁决者的阿尔法总部国服 这跟我之前说裁决者依旧坚挺 好像裁决也坚挺不起来了呀 啊 虽然刷的是去年裁决者的国服 但是新黄的跑法他还没成熟呀 所以呢裁决者很可能要凉凉了哈 然后冰破的国服可能也要被抢一部分了 这样的话很可能新黄的性能可以跟冰破55开 甚至这个国服数量比冰破多都有可能了 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根据目前的情况下进行的个人猜测哈 毕竟逐星者上线的时候 哎 他还被削了零点几秒的单气延长是吧 然后 年轻的话好像也说这车中规中矩 所以呢这也不敢确定的哈 然后他这个外观我觉得橘内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哈 看的过去哈 毕竟他这个 翅膀不像橘外玉蓝那样那么夸张啊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 那以后想要定义时间体验新黄的也可以在微信搜拉风流三个字 两个字 fueron对对对的